今集我請上來的馬路自己有 其實跟馬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為什麼呢 他的作品都是香港的街道 未必是香港 日本也有街道 我們的馬路 我們的城市景 所以我上次是一個汽車品牌的藝術展 看到他的作品 我說不行 一定要請他上來聊聊天 就是Rainbow了 Hello 我剛剛看到的作品全部都是用水彩的形式去記錄這個城市 你什麼時候開始做這件事 我畫這類的水彩畫現在大概畫了七、八年左右 當初是一開始畫香港的城市景還是不是? 最初我畫是因為一個寫生活動 開始畫一些街景 在那個化開後 畫得越來越多 就變成了現在的畫 六、七年前Rainbow很年輕 應該還是在讀書的時候 嗯 那你那時候拿著顏料盤 拿著紙紙到處去記錄嗎? 是的 一張很小的座椅 然後有一本很小的畫寶 到處去畫 你記不記得在你當初中學時期的寫生 那個階段有沒有去過哪個位置 你是很深刻到現在回味無窮的一件事? 那時候在尖沙咀海旁中樓畫過一幅畫 剛剛那次畫是落大雨的 我們去一個有遮瑕的地方去畫 但是很大風 都畫到那個感覺出來 哈哈 那些雨水可能又撇進來 你那本畫寶 那你是水彩 它就化開了更漂亮 是水彩還是雨水的水彩 當然想Rainbow也說一說 它的作品的街道是 靈感來源在哪裏 我猜一猜 這個是大澳是嗎? 嗯嗯嗯 這個是大澳 那這些我看的全部都是很多馬路啊 街景啊 那這個是 這個是旺角來的 比較多車 那個顏色又比較溫暖一點 好像會有很多人 密集一點 這一幅有點不同 這一幅是看到人的 車就看不到的 是不是攤檔來的? 嗯嗯 這個應該是女人街那條路 哦 這幅比較大一點了 這幅作品 看到幾架車在那裏 還有剛剛Rainbow 也有跟我說過 大部份的畫都是想畫黃昏 其實是看得出的 這裏都有一點點 淡淡的黃昏的感覺 這裏是 這個是上環 這個也是上環那一邊 那這個就有電車了 我畫這幅的時候 其實我特意用一個比較 一些啡啡的、綠綠的顏色 通常我們這些顏色就覺得好像 很噁心 或者比較骯髒的 但是我又覺得它畫出來 其實可以做出一個很漂亮的顏色 其實街道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它只是一個通道 我們走過就算 但其實它都是盛在著 大家不同的經齡和階段 那有沒有什麼 說話都可以跟現在追逐著夢想 或者甚至在藝術路上走的朋友 可以說一下嗎 嗯 做藝術不容易的 不過其實如果你想追求什麼都好 都是會有一個的難度 所以要確定你追求一件 你喜歡做的事 如果那是藝術 那就追求這件事 對 來吧 然後 的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